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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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秘书 所有进口的玫瑰都在这里了 好 这批花材 虽然是以公司的名义定的 但是已经分销给下面的花店了 一定得仔细认真 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声誉 行 您放心吧 好 明天八点之前 一定把这些花材 都送到花家的仓库 好 来 搬上去啊 一定让他们轻拿轻放啊 千万别弄坏了 放心吧 宝妮对我这么好 我还把她给惹哭了 渤海嘛 她都不想理我了 怎么这么笨呢 什么事都做不好 好 大家认为在镜面里fvor 好 你 有啊 你要 娜娜, 你再試試看 来 爸爸 这个酒这么难闻 肯定很难喝吧 等楠楠长大了 就能陪爸爸一起喝酒了 到时候 咱们父子俩 一定喝酒的大的 来 走 回屋睡觉 走 臭小子 走 走 走 臣臣 爸 我敬您 我敬你 比我敬你 我敬她 坐吧 我敬你 乱 沙 牛 的 老板 出大事了 咱们预售给小花店的 进口玫瑰 不翼而飞了 怎么会这样 好像是货运公司 出了问题 那个司机是个冒牌货 现在根本联系不上 董事兴 马上出发 去找替代品 好 走 喂 博总 别来无恙 又是你们干的吗 博总不会真以为 我们创想公司 会坐以待毙吧 你们有本事 游说小店主 稀释宁人 我们也自然有本事 让博总 翻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琪琪 你怎么来了 不是要开令会吗 令会取消了 你没接到通知吗 没有 我可能没留心看吧 听说 好像是突然出了什么事 陈秘书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卖给小花店主的 进口玫瑰 不翼而飞了 好不容易才安抚了他们 还赔钱卖给他们花 如果这次再出什么差错的话 就都前功尽弃了 不是 会比之前死得更惨 那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补救吗 渤海和周欣妍 已经去找替代品了 我刚刚打听到 隔壁安卓市 新进来了一批花材 我正准备去碰碰运气呢 这样吧 你先守着公司 这件事我去处理 风大雨大 你注意安全 好 市长部已经派人 去稳定小店店主了 咱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啊 争取尽快找到替代花材 好 你先别着急 陈某已经打电话过来了 说已经派人去安州华市了 这里离安州就算下雨 一天也能打个来回 插播一则 刚刚收到的路况信息 安州国道南路段 发生山体滑坡 目前已经造成极其 比较严重的车祸 希望广大车主 希望广大车主 交通之声 再次提醒广大车主 107 雨天路华 注意行车安全 停车 孟涵 你冷静一点 雨下这么大 牛不得到疾痛 我让陈某进去好不好 孟涵 喂 陈某 孟涵去找007了 你快去找他 好 师父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麻烦您开快一点 我们特别需要 这片花彩 好 行 别急啊 我尽快 好嘞 手机